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觉的放低姿态 主动关心无意偏爱 慢慢靠近 以便博得对方的喜爱 小心翼翼苦心经营 甘心当一个好人 可到最后还是逃不过被抛弃的下场 这种情况一次两次还好 在感情里受挫多了 对爱情也不再抱有憧憬和期待了 其实 一段爱情的建立 靠的是吸引 而并非卑微讨好 死缠烂打 当你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为什么 以往的喜欢都没有结果 用错了方法 一切都是徒劳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愚蠢就是用同样的方法 却想得到不同的结果 所以男人也要知道 在追求女人这件事上 想要获得不同的结果 就要学会改变方法 方法运用对了 效果自然不会太差 当你抓住了女人的软肋 自然就能提升得手的概率 通常来说 女怕三撩 当男人抓住了这三怕 就不愁追不到她 怕欲言撩 聊天 是拉近距离最好的方式 在追求女人时 提起聊天 不少男生首先想到是 那些哄女孩子开心的把戏 觉得只要说点花言巧语 就能轻松取得女人的欢心 女人真的很容易爱上那个 经常陪自己聊天的异性 也很容易被男人的语言所感动 这些话不假 可辽妹 并非是说几句我爱你 又或者是一些土味情话 那么简单 单凭这些 很难让她相信你的真心 听多了会逆耳 还会觉得你很不靠谱 语言撩 当然不完全是那些甜言蜜语 重要的是 给予应有的关心和提醒 比如每天的早安和晚安 下雨时的提醒 降温时的关心 女人是细节动物 同样也会被细节打动 怕行动撩 猎女怕蝉狼 意思是女人很容易被身边 主动献殷勤的男子打动 这句话话操理不操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起那些口头上的应允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半夜时的烧烤 姨妈时的红糖水 生病时陪伴 或许这些在很多男人看来是低成本的付出 却总能让女孩子感动到死去活来 你的每一次行动 都会累积女人对你的好感 拉近彼此的物理距离 长久以往 女人的心门自然会为你敞开 怕用心撩 物理距离拉近后 心灵 距离才是关键 所谓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最好的撩妹方式 其实就是撩心 把撩心反过来读 就是要学会用心去撩 你的主动和殷勤 她也都看在眼里 可撩女人 不能只做面子工作 你若是三分钟热度 得不到回应 就热情消退 一改常态 她并然会对你很失望 原有的好感也会被消耗殆尽 追求一个女人 没有洁净可言 真诚才是正确的做法 循序渐进 陪伴在她的身边 让她看到你的耐心 和陪她走下去的决心 她保准会被你的真心所打动 女怕三撩 到底是哪三撩 怕语言撩 女人很容易喜欢上经常 陪自己聊天的人 怕行动撩 行动可以积累她对你的好感度 怕用心撩 真诚是唯一的捷径 女人是感性的 容易感情用事 也很容易被感动 虽然大多数女人 在选择伴侣时 都会告诫自己 保持理智 可终究还是会在男人的 糖衣炮弹中败下阵来 可凡事都有例外 追求爱情可以 但不可无底线地放低身段 如果在语言 行动和用心过后 对方对你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善 那就说明他对你无感 就别再强撩了 即时止损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 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